每天用戶千奇百怪久了就见怪不怪的上班族们 这边发生什么事 上班族们 这边聊什么呢 客服们 真的受不了你了 我们不是选 客服们是选择 谁人去 真的有辩论会的感觉 今天是好好辩论一下 双方立场刚好是对立的 辩论会你有主持过吗 没有 我觉得好可怕好紧张 可是台大不是很有名的是辩论社吗 是啊 辩论社追我的很多 哎呦哇 可是我这点出来的好道 你看 行情不一样 你觉得社长啊 口才不管多好在我面前呢都说不出几句话 没有 不过这是体外话跟心圈无关的 你平时要干嘛 不过讲到这种客树哦 对啊 你有打过客树的经验吗 其实通常这还轮不到我动手啦 他有吓人帮他处理 什么吓人 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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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朋好友 不过我知道这个客服真的非常辛苦 因为我有一个自己的弟妹呢 他就是客服人员 想象都不怎么样 飞哥你先坐在这个位置 来来来来 我刚刚说因为客服出来吃饭 但是10个有11个都不好看 太假了 所以今天工作人员能够挑到这四位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 要好好介绍一下 今天有两边嘛 好不好 今天先欢迎小飞哥啦 好不好 加入编团这边 好 你是 你学认罢你 好 大家好 欢迎小柯 嗨姐好 大家好 我是小柯 好 小柯这也是天团的代表之一 对 我还蛮常打客服的 对 你是要扁啊 对 你把他打电话去 因为就是这几个人做 所以这个方面要自己处理 其实小柯的样子 就很容易让人家想象 客服那一端就是长这样的 对 所以我们很适合当客服了 对 小飞 小柯那 是不是小慧呢 对 各位有机会 好 准备好 我听她是蛮适合当客服的 对啊 她适合当门面里 她当打电话就浪费了 没有 其实我 你这个以貌极人 对啊 你这怎么要恶脸的其实 对吧 而且我今天看到对面的四位客服啊 虽然是说来辩论 但我还蛮紧张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四个人 其实都长得非常的 就是 有时候我怕我辩不过他们 没关系 辩不过我们交友比较复杂的 第一手他们 金融业 金融业 好 来介绍一下我们客服代表 精英代表 第一位 网漾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怎么讲一句话就是 小飞哥你是客服人的出生 因为你刚刚有讲哦 客服人都长得不怎么样哦 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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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他们的这个 这个 performance 所以我现在不用接 也就是 都不用去回email 这些 Oi第三位进会是在 哪个领域 人家行动客服 呃 也是 银行 不是 行动业者 就是你 哈哈哈 吓到我了 吓到我了 是 你好 有种怒火 没有 对 因为对行动客服 比较感冒 就是行动电话这种 对不对 一般好像比较听到 就是跟行动电话 电话有关系 没错所以我们每天 我说我们上班的工作 有一半的时间 有一半以上的时间 就是要被骂的 好 第四位 不是 那避凤呢 避凤是在哪个里面 我在金融业的客服 那就是银行体系 对 信用卡啦 账单有问题啊 什么的 对对 首先其实我们两个也要算这边 对不对 因为客人嘛 消费者 消费者 没错 消费者 你觉得最火大的第一件事情是 看不到你的机会 哎 你们到底有没有在认真听我说 是不是有这种经验 你觉得打了客树电话 他根本没在 没在听你讲话 客服啊 他们也是不会回答 他都 他都 他都也 而且他有可能做得很烦 所以他都有一道 那个公司的回话方式 像我也是打 我就 因为我的电话费突然激增 那激增 你会想说 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如果不是的话 我正常使用下激增 我一定要问什么问题吗 然后我就打去客服 他就说 是激增多少钱 我本来都是大概在三四万 然后还变成六七万 三四千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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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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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错话了 你讲错话了 错话了 三四千 我的电话费就突然变了 一倍就对了 就就对了 那我先 我会先反省自己嘛 因为孔子说 那个 明日三省无声 对 那我反省过之后 我没有什么 这一句背蛮久的 我先上网查 然后 我先反省一下我的习惯 有没有改变之后呢 好像也没有 所以我就打上去 我说 我为什么电话费变这么多 然后那个客服就说 先生 先生 不好意思 那个我们从资料上看来就是这样 我说 不是啊 我不好意思 因为 我如果有特别的状况 那我会告诉你 我 我为什么电话费会多那么多 可是因为我觉得我都是 你有对账单吗 呃 有有对账单 但是他说 我必须要去调那个电话 通年记录 但是他说 这个部分要付费这样 那他一直给我很自私化的回答 对 他就说 对 他就说 先生 那我们这边查出来你的 你的 您的 您的通话费用就是这样 那我觉得 这样子 我比较不能够接受 为什么 因为他 我觉得他可以去调我的东西出来看 大概跟我解释一下 我会觉得我心里会比较开心一点 或者是说 您可以去调 你的通年记录 如果你觉得哪些有问题的 我们会帮您解决 像我们天团有没有碰过这种 他就没有认真听你讲话的 这种case 有啊 我那时候买导航 然后我的导航一直都不能调时间 我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整个导航没有一个调时间的功用呢 有一天呢 我就打电话去问客服 然后那个客服呢 我转了 转了很久哦 就接了之后 我还奇怪的听到我在吃饭的声音 因为我中午十二点半的时候打了 然后吃饭就算了 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我想要问一下有些问题 然后就嗯 什么问题 然后还在吃东西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还被你听出来了 对啊 然后我就说 我那个导航没有调时间 我不知道怎么调时间 可不可以叫我怎么调时间 他说时间什么时间 我就说 就是你看现在几点几分 比如说现在十二点二十五分这个时间 他说 所以调时间是不是 我说对 你稍等一下哦 然后我就等 以后等了很久 结果他接起来就说 不好意思我们打好客服 有时间 我跟你的讲话 从刚刚到现在 我的客服 客服的话 说实在 我也 说实在我会生气 我这必须帮客服的人 你讲一下 他讲话那摩羁 有没有那种TEMPO 哇 是对方会很恼怒的那种 帮我听到他的声音呢 我会先掰 很严重 严重 死机人就很讨厌 因为我知道 像客服的人也很辛苦 他们今天一天要接待一百五十通电话 你说一百五十通 一百五十通 天哪 有吗 所以心情对了吗 最快要高一小就会死 就你一挂马上就死 就会要死 就是报岁的时候那个月 我们会有很像那个警车的那个红灯 他会在你头上 就一直接一直接 都不能喝水 然后也不能去上厕所 因为他每一通电话 好像计时一分钟两分钟 我们一天不能超过休息就是半个钟头 加钱 就是你倒水啊 然后你去上厕所啊 或是你问问题啊 像心情人员可能有一些问题不会解决 那你要问旁边的学姐 然后那个也要存在里面 所以你一天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常会碰到这个啊 我们讲到第一个就是 认真听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吗 小峰 对还蛮重要的 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有碰过就是 对方客服都没有认真在听我问的问题 然后一直在重复就是我不要的答案 就是因为那次其实也是也是电信局的 然后那时候你知道电信局 其实出国啊有漫游 有漫游的 要开通 对然后他有方案是三天行跟五日行的 然后因为我要去大概七天 所以我想说开通五日行的 那我去之前我就先开通了这个电话 我说我要开网络漫游 然后他说好他就把我开通了 结果我去了之后回来 一个月后我收到我的账单 我就发现我的账单竟然是一万六千多 有漫游 你有开通吗 但是不应该这么多 不应该是这个费用 所以我整个人拿到 因为想说我是多看一个零吗 我看到我真的是傻眼 我怎么会这么多 我从来没有交过这么多的电话费 后来我就打电话去客服问他说 为什么我的费用会这么高 我明明有开通漫游的费用 然后他才跟我讲说 哦对啊你有开通啊 但是因为 但是因为 你没有用到就是对的 他们配合的一个网络 合作的那个电信局 电信然后电信业者 那我说小姐 但是你那时候没有跟我讲 然后我就说 那你这样子 你这样有点是诈欺的感觉 都没有跟我讲清楚 他说有啊 我没有跟你讲说 你有开通啊 你有开通网络漫游啊 我说但是你没有跟我讲那个电信局 他说有啊 我跟你讲 你有开通网络漫游 重复就是在讲这句话 不然你还是任陪的 对不对 我还没有陪 哎呦 你是上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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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说真的不要说 因为其实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哦是蛮近的 对但是因为 因为后来我最近就还蛮常出国 他们打电话来的时间都找不到 然后不然就是 我打电话去他也刚好在休假哦 也很妙 对方也很忙 也是针对同一个客服 因为他就是一对一了 你的意思是他在处理的 他在处理 跟对方讲说 你们这样欺骗我 这笔钱我不想付 而且你们家的这个电信局 我这辈子都不要用了 没错 这号码我也都不要管 封不出来什么电信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你这只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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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们 你们的态度可以好一点吗 然后我就是 打到某痴民百货 请问一下就是第二波的 中年轻结束了吗 他就说 小姐 第一波 已经在上个月20 就是像我是住在那个 松山区 然后我打电话去 某个电信局 我就会说像你电脑 电脑 你点进去你没有办法看到 雅虎的声音就 是 然后你就点 然后不能通 你就打123就说 喂 我住在 然后他就说小姐 王小姐你住在哪一区 我就说我住在松山机场的松山区 然后他就说 王小姐你住在中山区啊 然后我就说 松山机场的松山区 然后他就说 好我帮你查 中山区 我们的网路线是通的啊 你再查一下 你把整个电源拔掉 我就说小姐 我住在松山机场的松山区 可不可以再帮我 check一下我的电路线有没有坏掉 然后他就说 我帮你看过 那整个区的那个电路线啊 网路线都是对的 然后他就说 你再看一下你的灯 是亮绿灯还是橘灯 我就说 嗯 是橘灯 然后他就跟你说 那你去check一下 把电源全部关掉 然后再打开一次 然后我说小姐姐你可以告诉我 我住在松山区吗 他就跟你说中山区 然后你就会整个抓狂话 我觉得 会听 像报那个身份证字号好了 比方说C跟T 我曾经接过一个客人 可是你有听过中山机场吗 那可能就是 我个人是没有 这就是你们可以 可以认真经过说话 客服人员就是转去大陆的 真的 有有有 有有 有有 就是转去大陆的 对 菲哥 我希望你好好留在台湾 不要去那里手 我可以 我可以讲 客服人员是不是有一套公式化的 的问法 就是我们的公式化就是比方说 像刚刚 我不晓得小飞哥 你像之前出去用信用卡的时候 要不要调额度的问题 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今天是双吗 才主席 我那是持久的问题 什么持久的问题 持久 持久 然后有利息的问题 持久的问题 你来怀疑我的能力了 不是 我刚刚也有去听成这个 都是这样 说客服是不是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两边的不一样的一个说法 我们看客服的立场是什么 人员 拜托你说话说重点 有时候是这样 刚刚其实你们讲一大段 但你没有切到重点的时候 有些是情趣化 就是情趣上 然后先包吟一大堆 然后讲到重点的时候 已经过了很久了 就是像本身来讲的话 我们当客服不可以用本性 像我们就是一定要 就是义名吗 不用用义名 你好 我是刚子怡 就是我们要 就是姓 姓氏不能用本性 那本身来讲 我就是那时候挑了一个姓马 我想说因为姓 其实你们都不是本名啊 不是 我狗配贴 都不是本名 是怕费生素吗 为什么不是本名 就不一定的 因为我们今天也是知道为什么 对啊 为什么 我们有吗 我们其实还算过 什么意思 哪个人的那个 就是算你的笔画 什么样对本公司有利 为什么 太怪 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公司讲说 为了避免一些纷争 到你头上的时候 然后因为那不是你自己 真正的本性嘛 所以可能由公司 这边来代为初位 那你会怎么来信吗 他会比较好讲 就觉得马 他在我们的电话里面 比较好讲 你姓马 你姓菜 你姓送 没有 没有 没有那么激 没有 没有 大家都成年人 我们可以自己挑选 可以自己挑选 然后重点就是说重点这件事情 像之前 像我姓马 然后像我之前那时候 当客服那时候要选举 然后我就说 黑人银行您好 毕姓马 很高兴为您服务 他说 马小姐 我就说是的您好 有什么地方可以问您服务 然后他就讲说 姓什么 你刚说你姓什么 我说我姓马您好 他说 姓马 你国民党跟你服务干嘛 我谁不要跟你服务 他就这样子 然后我就很傻眼 我就不好意思 请问有什么地方可以问您服务 他就说 那国民党不要跟你服务 你听不懂是不是 我看你 那应该是不能说台语 不然你说认识看看 可以 他只是想要来台课 他只是想要来台课 然后我就只好 因为他这样讲说 你好 有什么地方 你好 然后他还回你说 不错不错 说不错 好好好 来 我新婚纸买给你 还这样讲 你知道吗 你们有碰到这种吗 就很无聊啊 对啊 因为常常 大家都常常都会 都会见到他的那个 等一下神神 就是他电话进来的时候 就 你等一下 然后我们通常就 不用心 你好 比起全高兴为您服务 结果 你等一下 你再等一下 然后 请问有什么样的业务问题 可以为您处理的吗 你等一下 怎么样 现在人很多是不是 你讲话也买细子 我要戏剧话 我要戏剧话 我要揣摩他的心情 哦 你在揣摩是不是 对 揣摩他的心情 然后就 不好意思 如果说有其他业务 下的问题 欢迎再多来 等一下 你又要急度挂电话干嘛 然后就 我们来看第二个好了 看第二个 就是我们会去客宿的原因 还包括 态度 哎哟 怎么一直在替你宣传呢 态度 态度很重要 有时候就是听到那个声音 还有他的态度 真的是让人家很不开心 Kiddy有这种吗 就像最近不是在做周年庆嘛 然后有一些刚结束嘛 对 然后我就是达到某知名百货 我就想问他 因为像现在的话就是 可能有些是买万送千 或是买千送百 我找他就问说 请问一下就是第二波的周年庆结束了吗 他就说 小姐 第一波 已经在上个月21号结束了 第二波 是在这个月12号就已经结束 所以现在全馆 没有买万送千 也没有满千送百 这是什么太酷啊 就是每个都加重音那种 好像我是耳聋 你当小朋友教训这样 对啊然后我就听完 听到英文有没有加 他要让你知道他的情绪的 对啊 他还有破译 对啊 你刺他我也要刺 不好意思啊 他可能接这种电话 今天能一百通 他不耐烦了吧 可是他们客服不就是 主要是在接电话吗 为民服务啊 对啊 那不应该是这样的态度吗 回应 有一次我是买 那个手机电脑 然后我就订 我就在网上订了嘛 就奇怪 怎么两个礼拜还没有收到 所以我打电话去给客服 我说不好意思 我订了什么什么型号电脑 我给他我的资料 他说不好意思 那个小姐 我们那个型号已经没有 我说没有 可是你可以email我啊 或是打个电话 很简单嘛 我这样等了两个礼拜 你都没有告诉我 他说这样不好意思 那我们帮你就是 换另外一个型号 然后折抵你这样 比如说几千块钱 我说听起来好像还不错 蛮便宜 我说好那我就换那个型号 没关系 然后因为你知道 就是那种大省心态 觉得要货比三加 马上上网查 那个型号价钱 觉得糟糕 我买贵了 他跟我讲说 全银几千块 我觉得好像被骗了 马上才大概十分钟 而已我打电话回去 我说 我就是刚刚打电话的 那个小姐 然后我现在不订了 我要退货 因为你们算我贵了 除非你们算我什么什么价钱 他说没办法 我们已经出货了 我说你们也太快了吧 怎么可能 现在出货才过十分钟 我说不管 我要退 我要退换 因为你们网上有讲说 可以就是两个礼拜 退换货嘛 我说不管不管我要退 然后他怎么样都不让我退 说没办法已经出货 他这态度非常差 然后我就说 那这样好了 我要找你们的经理 他竟然说 我是这边最大的 你要想就跟我讲 他我就好生气 我就说 没办法 我一定要退这个东西 然后他竟然回我说 你们女人就是这么麻烦 好气馁 对你回这个 这是男生吗 男生对 然后我好生气 我就说 女人那你先回去问你妈妈 如果她买东西 买贵会 她会付这个钱 不是你刚才想说 如果没有你妈怎么会有你啊 对 我就好气 我说那你为你妈 会不会就是付这个钱 买这样的东西 就他不让我退 后来我就只好就出绝招 我说 没关系啊 那你就charge我那信用卡好了 我马上挂了电话 我打他给信用卡说 我被盗刷 你们是领不到那笔钱的 然后结果后来他很气 他竟然挂我 他把他给他叫 小姐 你智商不低嘛 你真的唬到我了啊 他歌安四身 没有 现在就重点了 到底是客人的态度不好 还是我们客服认为你们真的 有些是直接蛮冲的会 对 是不是大部分打来的 喂 那种语气你们就听出来是对吧 因为你打来的都是出事 心情绝对不好 如果是出事的情况 那个声音是听起来 你就知道他对方是不说 对 他就会打来就是 小姐你们搞什么 就这样讲 真的假的 然后就说 我算了这个金额怎么不一样 那你是不是你们东西的银行 是不是有给我偷偷一钱 什么方面 其实还有更难听的成本 三个字的 都有 其实信用卡我觉得还蛮有的 我说的并不是说脏话 就是他 七层打来都是有火气 想要抱怨的 对 比如说他第一个就是 好网路 网路不能连线了 他打电话过来 为什么我这边又不能连线了 快告诉我 如果配背景音乐 你感觉蛮像拍音乐 你们这个行业 其实是蛮痛苦 就是要接受很多负面的能量 你们自己回家会 心里会有难过吗 他们每天都拿着给别的客户 你也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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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吧 所以很多他们遇到的奥凯 都是他们自己的 憋 这个倒是真的 不会 通常我们电话挂掉之后 我们就是 可能就跟人家讲一下说 刚刚那个真的蛮差的 怎样讲一下 这样就好了 可是你们电话马上响 就要趕快接下来 没什么时间 没什么时间 可是你可以按静音键 你如果真的很生气的时候 你可以按静音键 可是有时候你就说 你静音键开了 你忘了 你以为还静音 然后还继续骂 有 有 声音就出去 就被人家听到 你刚刚骂他 各人就会说 你刚想什么 而且其实我们收音机 麦克风还蛮灵敏的 其实不见得是 你这个客户听到 隔壁的客户听到 怎么办 我的天哪 神经就有这么大的 重大的客户 像你们打到 会打到客服这边 是不是已经有一定的火气了 一定的啊 就出问题啊 比如说明书啊 什么都弄了 你的人 不是随便的 我们不会随便打客服 因为我们 为什么 你 真的不会啊 真的不会啊 你这个智商低客户 都只用说明 我会打客服 我没有瞧 他会在瞧 不会随便打掉 就麻烦客服 刚刚像对方讲的 就是我常常是为了 网路的问题 然后其实我就真的 会还蛮冲的 已经跟你们讲了很多次 然后为什么每次都网路不通呢 然后我也遇过 有这么气吗 很会啊 因为网路不通 就是应该大家常常遇到的问题 对 然后那时候客服也是 直接跟我对抢 真的 真的 真的是黑社会的 真的 我的那个客服 算是就是 不能说他们名字 就是有线电视 不可能 所以他们比较敢跟我对抢 因为他们很厉害就是 因为他们是垄断的 所以等于说整个大台东地区 没有第二间有线电视 所以当他今天他有收视品质不好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你突然就断掉 你在家里看电视 看电视看看突然没讯号了 然后你打去 然后你可能就说 不好意思 我家的电视奇怪 怎么刚才没看 有啊有啊 你们哪里有 那你就跟他讲哪一句嘛 有啦有啦 有个人在看的 然后就说 他说等下等下等十分钟就好了 就你在那边你就过一下 十分钟又不行嘛 你就很恼怒嘛 你打去 啊不然就别看了 不要 客服们 我只是想解决我的问题啊 然后所以我到每个点 我都打掉下去 暴背 我刚开始录什么录几号 我的三句有问题 他意思是说 他想要先追踪我是不是 第一个我可能是 骗他的朋友 第二个可能是 他们基地才有问题嘛 我说 我说应该是这样讲啦 我说 我用前一支手机的时候 没有这些问题 而且我的生活圈也没有变 可是我坦白说是那个客人 你觉得是不是有 是不是有 不是等一下 因为你先不要激动好不好 哇塞 好样的 他的态度真的很差 你知道吗 他的电话打进来就说 小姐我要停卡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欸为什么要停卡 劈头就讲这一句话 结果小姐我要停卡 然后结果后来我就说 不好意思 你会停卡 你可以麻烦您身份证 早先给我 先看一下你卡片的状况 这样子 假好心 对 牛层一定要这样做 牛层 前面就假吗 假 他们现在有那种客人 就是有一种 先入为主的概念 对 对对对 然后结果后来讲好半天 原来他是因为 那个年费到了 1200的年费 然后因为 对对对 可是卡友其实不知道说 那可不用讲 可以一年减免一次 对啊 然后我们会有所谓 玩卡的业绩压力 就是公司规定的 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 不好意思 那这一次我们可以 就是先帮您做取消的动作 那希望这个卡片 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活动 然后希望你可以继续用 半红半片 之类的 因为其实怕会mull code的问题 这样子 然后就后来那个 因为我还记得那卡友 非常年轻 大概才二十来岁 那是卡奴了嘛 然后那个女生 她信用记录其实还不错 因为我们要减点卡费 不用经过主管一定 就是要她的信用记录还不错 对 然后结果她就说 不用了啦 我不用用你的卡了啦 收免费我就不要用啦 然后我就一直很热心 我说真的很抱歉 那我们这一次先帮您减免 她就不要 她就突然间攻击我妈 你知道吗 她就说 对 她说奇怪 你听不懂 你妈怎么教你的啊 耳朵是有问题吗 我跟你讲不要用卡 你听不懂喔 我就嗆起来 我说 我不要用那把卡 就剪掉串落 我就很生气 因为她就骂到我妈了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我其实是因为 有玩卡业绩的动作 然后我就跟她讲说 我就想说 好 那小姐 如果你不要用的话 你就剪卡好了 没有关系你就不要用好了 然后就她说 小姐你再讲一次 就变成她跟我 就有一点态度 对 然后可是 因为我坐在主管的旁边 然后后来主管 就觉得怪怪的 所以完全听到你这样的 就她觉得我态度不好 她这一次 她这一次 除了客服被掉到门口 我就说没有关系 你不要用的话 你就剪卡好了这样子 对啊 就唯一那一次 可是也没有很凶嘛 就是会觉得说 我们讲了大概 因为那通电话 大概讲15分钟 就是会做一幕营的动作 这是固定的吗 你告诉你们说 为什么你被按下来说 你要等候 因为我们这样 可能是去问主管 听到后来就觉得 我很想跟你说 我现在做一个在间的动作 那当然没有Ending 你按下去静音的话 可是通常那个转接有时候 就 就没有接回来了 那你叉叉电信 那不干我们 可是我之前遇过的问题是 我的3G上网就有问题 然后我第一个客服的时候 因为我是换了手机 我的那个3G收讯才有问题 然后我接第二个客服的时候 我就把他从头到尾跟他讲 我说我用第一支手机的时候 这个3G都没有 在我生活圈这些地方 都没有过问题 我换了这支手机之后 才有这个问题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他说好 那你把你的地点给我 我就把他的地点给你 然后他就说 我帮你查查看 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收讯有没有问题 他说没有问题 然后我又到另外一个点 我跟他讲说 又有问题 这个点又有问题了 然后他说那你可不可以把 你到的点都跟我讲 那我来 他来追一下 到底是什么问题发生 然后所以我到每个点 我都打掉下去 报备 我说我现在什么路什么路 几号 我的3G有问题 对 然后 他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意思是说 他想要先追踪我是不是 第二我可能是骗他的吗 第二可能是他们基地才有问题吗 我说 我说应该是这样讲 我说 我用前一支手机的时候 没有这些问题 而且我的生活圈也没有变 对 我说是 我的交友状态也很稳定 对 我是骗的 我承认我 不是3G的问题是 我没朋友 我还要真的 我跟手机老婆没问题 我承认 我被甩了 台语是3G 3G 对 那他就一直针对我的点在查 我已经做了一个礼拜了 后来就跟那个客服讲说 不好意思 你可不可以查一下我之前的记录 我每个礼拜都回报那个点 我说 很厉害他们已经在切切事与 他知道什么问题 对 我说 我已经一个礼拜每天都在回报的点 我说你们可不可以支付我一些那个 讯号侦测费啊 我说因为我每个 他侦测员那样子 我说我已经变你们的侦测员 我已经变你们这个电信的侦测 我说你们要不要付我一点讯号侦测费啊 我说我跟你讲 你们就是 这支手机跟你们的电信有一个相容的问题 我不知道什么问题 你应该针对这个问题去找解决方法 不是我在哪里的问题 我每天都跟你讲我在哪里 你是调查员了 你又找到我在哪里了 我没有隐私吗 你看我们现在讲到第二项而已 其实我们自己在东西 我就觉得有很多的负面的那种 要丢垃圾 对 就是给你们拿 让他们解决那种概念 对 小肥哥我在想你 花那么多心思瞧这件事 那时候是你的通告淡季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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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讲一点 因为我通告从来没有忘记过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跟你说 是不是真的有问一点小事 然后一直去蛮克服呢 有没有 有时候 心理状态啊 那天不顺 突然有一个小事 有没有真的很小的事情 你应该帮我处理这个意思 我会碰到这种最卢的客人 有人打电话到电视那个 我要转身 我要带你脚要带脚 那你快帮我查一下我的银行代号 这个部分没有问题 好那你快帮我查一下银行的电话号码几号 这个部分就真的有点困难 因为好像那个 打到茶号台去 打到那个问题干嘛 对 多少钱还没脚 我说 对不起我忘了 然后她说 那你今天会去做假款的动作吗 我说 可能 对不起 她说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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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她说 她说 那大概 maybe几点呢 那我说 我说 我说 看看吧 有可能明天了 那明天几点呢 我说 我有需要跟你报告吗 她有准确知道入障时间 她说 我想要知道你 你会不会入障 我说 那你只要 我说你只要告诉我 胃脚就好了 我什么路障 是我的事情 她说 没有 那你 因为你什么时候路障 你如果持路障 我们可能会发一个纯真信仰 我说 那你再恐吓我了 我说 可是我吓到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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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不是啊 她只是来告诉我的东西直角 就好了 她正义的跟你讲 也不用 你觉得她不要问 提点入手 不是 不是 万一她真的什么都没有讲 然后全身权真的寄到你家了 没有 那是我的事情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 什么时候 胃脚 后来发生什么 是我的问题 你们这个部分就最怕这个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鲁 我遇到一个很鲁的是 我学姐 她在旁边 然后因为她已经坐很久了 她已经坐超过五年了 然后她是打电话 她是那个卡友 是她没有钱 搅就是搅那个账单 搅不出来了 对 然后讲了很久 讲了快二十分钟 你知道吗 然后最后我们那个学姐 她态度还是很好 但是她又讲了一句话 我就吓到 她就说 那我需要帮你叫救护车 这方面已经 结果 因为我们的学姐已经 就是很不 就是有一点你知道 已经要押起来就对了 因为后来我们 后来电话挂在 用她什么事情 因为主管都在旁边 然后叫她电话先挂掉 结果你知道是怎样 就是她讲说 她什么上面有妈妈生病了 然后她要照顾 然后还有她每个月 要缴什么房贷 然后她下面还有弟弟要缴 然后反正就是 讲了一大堆 她现在什么又车祸 然后她又怎么样 就遇到一些很衰的事情 所以她现在钱缴不出来 然后但是因为 我们就有一些 SOP正常的那个话术 对 然后她就是一直不挂电话 你知道吗 然后她就讲说 你这样没有办法 像我现在脚啊 就还是包石膏啊怎么样 她说 我们学姐讲给我们听 然后就后来 我们学姐就只好跟她 用很好的口气跟她说 那这样的话 有需要帮您叫救护车吗 就是用这个态度跟她讲 她卤很久 卤了20分钟 她的目的就是想要 暂缓一下 不是 她不想 她没有钱脚这个钱 她想要就是 吃白饭 吃那个白 白吃的舞台 白吃白喝 对白吃白喝 我之前像 大家看到我这一只 之前就是记得 因为我之前 我在吃那个 日本保健食品 然后那时候就是 我就是他们说 集三个 他们那个保健食品的盖子 就可以换他这个熊 因为我很爱这个熊 然后我那时候 集完之后 我就寄到他们总公司 要去换这个赠品 然后我那时候 等了大概半年多 就是赠品都还没有到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打给那个 他们那边的总公司 然后我一打我就说 喂小姐不好意思 然后她就说 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 我就说不好意思 就是我在一月份的时候 我寄了三个 你们的那个 保健食品的盖子 然后要换那个熊的赠品 她就说 哦 不好意思 我帮你转接到客服人员 我这边是柜台 然后之后我就觉得 好 没关系 然后之后又 转到客服人员 然后我又同样的 把这件事情 讲给她听 我说不好意思 我在一月份 寄了三个盖子 然后要换这个 赠品的熊 然后她就说 哦 什么的盖子啊 然后我就说 呃 请问你是新的吗 请问你是新人吗 她说哦 不是 她不是新人 她说 什么的盖子 你要不要讲清楚一点 那感觉很像是 我在跟她 录这个事情 因为你有讲说 你是新人吗 你现在在考虑她吗 对 我有讲这个 对 然后之后 你会觉得 我干嘛是这样 没有 可是这是 他们公司内部的问题啊 你打来 你打来我们很清楚 这件事情 可是你自己不清楚 对 就不知道 不了解这个活动啊 可是当客服的我们会觉得 那不然你现在是想 你是 意思是怎样 要帮你转主管 就是我们会感觉有那种 挑战意味 对 不受这种的 没有 可是我们不知道啊 对啊 We don't know 客户 VS 客服到底谁会赢呢 好 这种 黑人银行您好 请问一下 有什么地方可以为您服务的啊 不好意思 因为我这边收不到讯号 喂 不好意思哦 您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在 我现在这个地点的收据很不好 喂 先请问有什么地方可以为您服务的 不好意思 我这边收据 不好意思哦 听不到您的声音麻烦 您话再重播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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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不能直接解决我的问题吗 对 对 你们觉得他们有时候成绩真的是 没办法解决 对 你们想要当场得到答案 是不是这样 对啊 就是像在 其实我要替台湾的客服人讲一下话 就是 不要装好人了啦 在那边 看美国的客服人比较起来的话 就是 台湾的客服人态度真的蛮好的 就是每次打电话去 语气态度都很好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解决问题的时候 他们其实有点缓慢 会一直不停地重复又重复 然后像有一次我是 我的 就是手机遗失嘛 然后被倒打 就收到大概快两万块的账单 就打电话去那家五个字的电信业者 然后打他去 一天的话就是一个声音很甜美的女生嘛 对 他就想说 请问那个为你服务什么呢 然后从头到尾都这样语气 然后你就没有办法生气 没有办法骂他 就说不好意思 我被倒打解释给他听 我只是想要就是取消那笔到达的悦养电话 结果他就说 不好意思 我没有办法为你做这样的服务 我说那我可不可以跟你的主管讲 不好意思 我可能没有办法让你转接我的主管 那么这样 就是一这样的态度 他没有办法生气 就最后他还是没有解决 他只是说那这样子好了 我们给你我们公司五百万一券 我虽然说 可是我付两万块 但最后还是忍赔 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炉了大概二十分钟 然后他就是一直这样子很 非常nice的态度 所以你们每次打客服啊 希望那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 当然不然客服要干嘛 因为马上一通电话 就想要解决所有的事情 当然 因为没有客户再打第二通了 我们的世界也是金钱 我们的世界也是金钱 我问你小秘诀 怎么样才有可能达到我们要的目的 其实如果真的讲很久的话 哪一个 说重点 可是他们就不会说重点 你还知道 可是我刚讲说 我们也说重点 他们就不会说重点 可是我刚讲的是重点 如果你们真的希望赶快解决你们要的 你们可以留你们的电话 然后告诉他 然后在一个时间点 叫主管回电话 他们一定会这样做 主管回电话 他们一定会这样做 主管回电话 就一直叫我们输入个人之类 对啊 输到最后 输到最后连写都输了 你都没错 不过因为他要你核对资料的时候 你们会不耐办 没有就一直不断的核对啊 我们最高纪录核对8次过 所以就重复 就你核对好多人 那你真的要留你 因为你那不一样 你是赚商跟收费局 不是不是不是 口音问题 银行啊 银行啊会一直叫我们先输入 用自己用案件输入嘛 然后输入完之后你说 他就会说你要转专人 然后请按9 对 你就要等很久啊 如果说你是你是A问题 你让你按个9 可能是B C D E 这其他不能寫到 你为什么要这样 就让我们跟客服讲一讲 因为9是基本 所以我们还是要转接啊 那你还是要转接啊 你还是要转回A啊 你还是要转接啊 而且你们现在来一个更过分的 会说 现在所有客服人员都在忙线 对 4个小时啊 就直接挂断 然后挂掉 会这样吗 会 很常 他会说是忙碌中 他会说可能等一下会拨 对 他每个人都接过 他说就说谢谢你 他说忙碌中就算热太多 他说 你如果挂断 有可能会损失您 那个优先解决的那个选拟 对 您要继续等候 我整个平的钟头 你看起来是这么老实的 真的 要嘛 你就叫我挂掉 你回播给我OK啊 对 好 我们看最后这个 来 你讲完了 你讲下去 你看 我是累了 不是我的 平了 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对 对 对 因为说实在 他们这样子想要得到答案 或者这通电话就想解决 可是 我会很难答的 就是你说为什么要等很久 就是如果说有人答案 我说 你姓魏哦 你为什么姓这么特殊 那你前面的人就会等很久 所以你们才会等很久 所以你们才会等很久 所以也尽量不要乱 拉雷 因为没有意义 不要好拉这样 这我一定要讲一下了 真是客服人 因为自己跟我拉勒 所以你现在说的是 徐老师 担任我们的时间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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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杯哥 小杯哥有抱怨 那当然 你现在客服正在讲的是 我们帮你有解答 耽误我们这些正常的时间 那你一直说他是奥客 没有啊 小杯哥 其实就必拍尖峰时段 比方说像中午示范时间 然后还有就是上班族的下班的时间 所以我突然有急事 这个时候 网路跳掉 我还要耐心的等到一个 跳等时间 没有啊 你就 下班时间 你如果真的有很急的事情 一秒钟几十万上下的 你刚不是说你电话不会响吗 小充上下 不过在客服这个 你们前面的受训 大概要多久才能上见 我们公司是一个月 而且是密集训练 真的哦 一个月都要上线 一个月啊 他不出来啊 密集训练的话 然后要接受什么样的课程 专业嘛 然后礼仪嘛 然后还有声音嘛 声音的表情 就是对 你要讲什么的时候的感觉 你要让这个客人感觉到说 你现在可能跟他有就是 对对对 就是那种感觉 那紧张的声音怎么表现呢 我们不会跟他一起紧张啊 安抚的声音怎么表现 安抚的声音 安抚的声音 我们觉得你先不要着急 就是类似像这种声音 你们先不要着急 我觉得现在这样好不好 晓菲哥 尬王样 你现在就跟他来 然后刚好是 我们王小姐接到 电话铃准备想 郑菇加油 郑菇加油 喂喂 喂 嘿嘿嘿 还在想 还没接通 还没接通 好接通 Alan银行您好 请问一下 有什么地方可以为您服务的 不好意思 因为我这边收不到讯号 喂 不好意思哦 您好 我这边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在我现在这地点 有的收讯很好 不好意思 听不到你们的声音 麻烦您挂断重播 谢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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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我是很认真的想要跟他 他逃 我也是很认真啊 我们三战两胜 我们三战两胜 再来 我是很认真的想要问他些问题 结果他 他 这一招不行 我遇到恶劣的客服员了 等一下 我们是正常的流程 我们是正常的 没有啊 你怎么会可能听不到咧 没有办法 你要跟我演我就跟你演啊 你 你跟我说 你说不到我 你说不到我 再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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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嘞 小赖哥加油 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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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福願望 仙仙 不好意思 現在大家都在盲線中 我這邊可以幫您服務 那我衝打 這不是我們的錯啊 這不是我們的問題啊 你不能換電話了 你不能換電話了 對不起 這不是我的錯啊 這不是我的錯啊 這個都幾十萬上校的人 還衝打 你輸了耶 你剛才還放我 你自己放你自己電話 這不是我的錯啊 我們才覺得 你真的沒用 你真的很好 對啊 這客人好幼稚喔 喜歡玩這種遊戲有沒有 但聽起來我覺得客人還是落勢嘛 因為我們是有求於你 這樣講好了 我們打來就是我們有求於 你們可福啊 可是我們通常都會圓滿的解決 可是今天感覺 今天真的是 圓滿嗎 今天我們趕陽賽 跟奧客對決你知道嗎 就是都是接到奧客的電話 我覺得就是各有立場 因為你們真的會打客訴的時候 就已經 很糟糕 火燒屁股 那個已經差不多滿到這邊了 他吐出來了 然後才會想要打電話 對 然後這邊呢 你們一天要接120 他一盒滿 兩邊都滿的 因為那個就是要有 將心比心 對 然後剛剛我們上述講的 講到重點 是 然後態度這方面呢 不要是對立的 對 對你們也比較好方便做事情 對啊 就是大家互相啦 因為我們知道你很急 可是我們會趕快 就是幫你們解決 對 可是因為有時候真的電話很忙 對啊 好啦 小飛哥很幼稚 很幼稚 不過今天謝謝四位啦 那也滿辛苦的 瞭解我們這個客服人員的辛苦啦 對啊 謝謝四位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三位來賓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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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